一年来我们一起牵手走来 我觉得这是我们爱情记忆中最珍贵的东西 也许它已经遗忘 但是对我却记忆犹新 希望它能成为我对你最真情的告白 你总说我不在乎你的感受 你总说我心里没你 我们总会因为大大小小的事情吵架 我们不能相互包容和理解 希望这件东西能让你更加懂我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哲20岁来自黑龙江学生 有请小哲有请 女嘉宾小男21岁来自黑龙江学生 有请小男有请 欢迎两位 是同学是吧 是 我感觉他一点都不会哄我 就是每次只要一吵架 肯定都是先讲大道理 从来不会想因为我是他女朋友 就是关心关乎我的感受什么的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有一次上课的时候 本来都上得好好的 突然间就说我一句 然后那你说你哥谁心里能逮尽的 那我肯定得生会气吧 上课你说了一句什么呀 他说你腿 认真听讲 不是他说你腿得这么粗呢 你没事上课看人小女生的腿干什么呀你 正常我下午没有课的时候都去陪他上课嘛 然后我寻思一起上课开个新型的 当时我就寻思跟他开一句玩笑 然后我也没有感觉他当时生气了 然后下课的时候他就直接回醒室了 感觉他不开心我就还得哄他 我就一直没睡觉 一宿都没睡觉 然后我还去第二天早上都下大雨了 然后拿雨伞上午还有有课 我就去上他寝室楼底下等了 然后那个有课的那些课 我还陪他一起去上课 我都没有去 然后就到最后才好 那一直第二天早上都没有好 那么冷天我去找你呢 那我第二天早上八点的课 我七点多下来完全来得及 那你六点多来 我不也六点多就下来了吗 那我不也是心疼你 也怕你天冷我才下去找你的吗 那你说平时哄我的时候 那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生气了 就瞎哄 每次给我哄都说 就两句话 你别生气了 我错了 不然呢 不是 那你说我都不知道 因为啥生气 你这么哄好使吗 还有就是有一次在湖边 就是本来挺好的 天也挺好 我俩心里也老好 就心里溜的溜的 那你说都年轻人吗 那走走道 你牵个手搂搂抱抱的很正常啊 我就想 对对对 牵手我觉得很正常 你们搂抱着怎么走路 我不太知道 走路 哦 这样哈 叫勾肩搭背 对啊 勾肩搭背 就是很正常吧 也不是什么好词 对 我就想让他真的 我就想让他抱抱我 我就觉得 毕竟是男女朋友 那这样不是亲密一点吗 对对对 他就死活不干 那你说正常 咱俩两个人独处的时候 我也不是少抱你了 对吧 那正常那么多人呢 这两个人 为什么非得突然就要抱一起啊 多不好意思啊 对 你有啥不好意思的呀 我一个女生都没不好意思 一个大老爷们儿有啥不好意思的呀 正常可外面那么多人一下子就抱起来 那肯定不好意思啊 我没让你抱起来 你说你知道他当时说我啥吗 他说我咋抱你啊 你死沉的 你说有这么说话了吗 那不都开玩笑吗 那你开玩笑了你也不会哄啊 还有一次 还有一次在学生会 学生会我行的没啥事 我看不着书呗 就非得问我那书名叫啥 那我想了解一下他嘛 然后我还想看看书什么呢 我就问他 你有什么书能推荐给我啊 然后他就 我也不知道你看什么书 我推荐给你什么呀 然后就把书摔了 然后就跟我生气了 那是我摔的吗 书不你摔的吗 大冬天呢 大冬北零下二三十度 老冷啊 就非得拉着我 我给那个雪地里就吵那个架 我就说要不大家等一会儿 大家找个暖和点地儿 把事解决了再说 你这算能等吗 那有啥不能等的 动坏了咋整啊 那不得先解决问题吗 我觉得 你看他就非得也在那块等啊 我们问一句 那本书的书名 到底叫什么呀 叫白夜行 他这只说了不就完了吗 我就不想跟他说 你看他就不想跟我说 他就这样 每次生气的时候就是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生气了 孟学耀的 然后我就问他 你为啥生气啊 这样不知声 然后就一直 那你不会自己猜呀 那我生气了 我还得告诉你 我生气了 那多没意思呀 就是心里没有我 再说他每次都说 答应可好的了 说哎呀 过两天给你一个小惊喜 保证让你开心 开心的不行不行的了 你说别的就算了 那你说过生 那么重要的日子 我也没回家 我也没找别人 我就找他跟我一起过了 他说答应我好好的 提前一个月答应我 给你一个老大的惊喜了 然后呢 领我吃了一顿饭 就完事了 那我觉得正常 咱们都是学生 经济条件 就给人摆着呢 那吃一顿饭 我看别人啥的 单独两个人 吃一顿好吃的 是不是也是 过得挺惊性的 那我也没要吃多贵的呀 那我连个生日蛋糕都没有 那下你明年再补回 你要吃一顿饭 那明年都啥时候了 那再出一年就吃上了呗 就前两天 前两天失忆的时候 他回家了 然后呢 我给学校等他 也是啊 快回来的时候跟我说 你放心 这次肯定给你一个惊喜 结果呢 你给我带回来啥 来你说说 我给他带一兜大零食回来 那你说那一兜零食 算惊喜吗 我可哪不能买 我非得让你给家 大老远带回来呀 那我主要是我给家里头 带回来 那我坐火车 坐那么长时间 那是不是一份心意啊 就算是你不喜欢 那你说买的那些吃 是我喜欢吃的吗 那就算不喜欢吃 你是不是应该咋的 应该表现开心一点 那你不能说事儿说我 我开心了我怕了 对啊 那零食不给你吃 就是完了呗 那不就惊喜吗 你不是你听谁说 我那送惊喜 送了一兜零食就完事了呀 不是那那那你希望 后面还干点什么呢 那没事干点啥 那你都答应惊喜 那肯定是我想不到的呀 关键是平时吧 零食也没想到 你确实没想到啊 我确实嗯 对吧 就确实没想到嘛 是 关键是就是 零食都是平时 就是能看见的东西嘛 我就觉得 你整一个男孩 比零食稍微好一点的呢 你给我这本书 比如说呢 这本书 整个口红啊什么的 啊 那我不是要啊 我就是打个笔 不是你可以要 嗯 然后我就真的觉得 他心里就是没我啊 他就是每周 都必须去包一次宿 去网吧 但是他一去网吧 就肯定有失联 就电话也不接 短信也不再回来 就找哪找不着这人的 就不知道干啥去了 嗯 那你说我万一有点剪辑的事 我找你我找我谁去 我上哪找你去啊 那个地方你不知道吗 而且他那个电话你也知道 你就打给那个电话的人就行呗 天大黑的我自己啊 一个女生去找你 你也不怕我出了啥事啊 那我怕你出事 那你就打电话给那人就完了 你接吗 我打电话给你接吗 你给我肯定不接啊 哈哈哈哈 你给你给他打 他叫我我就 我就知道这事呗 我就小姐 那这么有理的呢 给你你还不接啊 有一次我给打电话的时候 哎破电话接了 我老开心了 我说哎你终于接电话 那边耳机 是个小姑娘的声 你带人家小姑娘玩什么吃鸡啊 那我不是 正常 就打游戏匹配上的吗 又不是我认识的人 匹配上你就跟他玩 我不跟你说了吗 我不喜欢让你跟小姑娘说话打游戏啊 那我也不是 我也不知道他男的女刚开始啊 那后来 刚刚好就让你听见了吗 那这个你不知道男的女 那你前女友呢 什么前女友啊 那上他去吃饭的时候 你为啥给你前女友结账啊 那我都结 都分手了 就普通朋友了呀 就分手了就不能当朋友 我的心里都肯定 那关键是你当时为啥不告诉我啊 那我不是 你看现在你都多想 我不怕你多想嘛 那你要不告诉我 就更多想啊 你为你前女友这事 你瞒着我啊 那肯定就是偶端似蓝 就是有事啊 我就是希望你心里头没有这个事 不想让你难受 所以不告诉你的 那你越不告诉我 我越难受 那你光说这个事情 有一次 我领你去吃火锅去 那正常吃火锅 咱俩两个人就应该说说笑笑 开开心情地吃火锅啊 为什么你一直玩手机 就看着手机 还不让我看 然后我一问你你就生气 那我后来不哄你了吗 那我后来不哄你了吗 那为什么最后你又不开心了 那哄你你不开心 那我不就生气了吗 那哄不哄你就生气了 那我又不知道咱哄 那你就自己就回寝室了 你就不管我了 我没不管你 你把我送回到寝室 你就走了吗 那你也不怕我晚上自己睡 啥事 刚在一起的时候就可好了 因为刚开始是她追的我 就刚在一起的时候 啥都听我的 就可好了 一天天可温柔了呢 现在就是一两句话说不好 就摔门就走 然后就是抄着巴虎耳的 反正就是不想哄我 说啥就是不想哄我 说什么 哎我从来没有哄过人 我也不会哄人 所以你就自己消化吧 我现在也在学了 我都已经感觉我已经变了 你感觉有什么用 那我感觉你变好了呀 哎 谈恋爱的时候 谁追的谁呀 是我追的他 哦 会追哈 还行 追的时候会哄不 追的时候还行 哦 还行 追的时候可会哄 那家一天天零食送的 哦 对啊送零食 正要送来 那个时候零食也跟后来的零食味道不一样 是吧 哦 那个时候是惊喜是吧 后来就成平淡了 好 所以一年多的恋爱谈的已经乏味了 对吧 我就是有点BH 我就显得能调解调解吧 调解不了那我也没着了 分不分 我不想分 会不会哄人 会 能会 能给惊喜吗 能 那咋都没做呢 就是这两次不是没做到的 没做好 哦 关键是他没做到也就算了 就每次那个惊喜没得到 就不会说他自己的原因 就会赖别人的原因 就可能会说 我今天我师父找我 我实在没有办法给你惊喜了 或者第二天说 哎呀今天你不适合有惊喜 嗯 就没了 这个惊喜的适合和不适合 是怎么区分的 给我们上上一堂课好 就是当时我觉得 可能不太不太方便 我就这么说 借口 是个借口 也承认是个借口 所以女生其实一年多谈下来 有点想跑的意思 是吧 觉得不舒服 男生还浑然不知呢 是不是 听起来好没什么大事 但是你会发现 两个人在很多问题上 实际上都对不上槽 今天能对上那个槽吗 看看老师们怎么办 一起进入秋笔特问卷 来 这一个小男生 其实他可能对爱情有很多的迷茫 就刚才说到那个惊喜 惊喜是因为意外 你每次把自己惊喜 都提前告诉了自己的女朋友 然后呢 让他的希望值很高 结果呢 你的那个惊喜在他眼里 根本不是惊喜 但是我能看出你已经努力了 关键是方式方法出现了问题 所以这一点你还真误解他了 另外你认为他哄你就是爱你对吧 但是哄也并不能完全定义为爱 男生哄女生天经地义 但你要知道 世事要哄也总要哄得累的一天 哄得烦的一天 当然你也有些小问题 原来你死死的追他 现在追上了 你是不是有点感觉 就像鱼被吊上岸了 就不用喂食了 你就比较随意了 所以爱情 有时候还真要双方努力 大家去保鲜 但同时生活也是要的 爱情也是要的 在这样的一个迷茫的当口 关键要看 这一个男生 他的品质如何 好的我就说这点了 好 谢谢 谢谢波红兄 香道老师 二位好 一开始我先送给你们两个人 各一句话 对男生说的呢就是 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嘴甜点 别犯懒 对女生说的就是 不要猜 请直说 你们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是什么呢 在这段感情当中 一年了 已经失去了对对方花心思的那个初衷 我相信在一开始你追他的时候 你一定不会说 你腿怎么那么粗 你死沉死沉的 你会说吗 不会吧 一定不会说吧 就是因为你觉得 已经这样了 还能怎么样啊 已经在一起了 还需要花心思去说那些话吗 但恰恰是 时间越久 我们花心思要越多 嘴要越甜 明白吗 明白 女孩也是 一开始人家送你零食 就觉得特别是惊喜 可是当他拎着一袋子零食 坐火车 回来看你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哦 没什么呀 可是你没有想到 他拎着这一袋零食 要上上下下楼梯 坐火车要走多少个台阶 才能到站台 出站口要走多少步路 才能坐上公交车 坐上公交车 要站多长时间 才能到达学校见到你 把这一袋子零食 捧到你的面前 你也是 在这段感情当中 丧失了最初的那个初心了 所以我们常说 我们要 记得相爱的初心 谈恋爱需要更多的是什么 是耐心 希望你们都能至始至终 保有这份耐心和初心 好吗 祝福你们 谢谢 好 谢谢莎娜老师 来 许总 我就想谈谈 哄在恋爱当中的重要性 哄非常重要 哄意味着什么 哄的那一方 意味着对对方的尊重 包容和疼爱 而被哄的那一方呢 是能够感受到对方对自己的重视 关心和呵护 所以哄非常重要 但是怎么哄 怎么别变成哄骗 有一种行为就是哄骗 通常事情发生了之后 自己犯错了说 对不起我错了 下回改别生气 这就是口头上的 这不是真正的哄 真正的哄 第一是要用心的 用心做什么呢 用心去了解对方 到底你需要的是什么 而且要花心思去满足对方 同时呢 要迟迟以恒地坚持下去 行动远比嘴上的甜蜜语要好得多 其实在哄的时候 一定不能指单方面的哄 就如同女生觉得 当时男生是追我 所以你一定要不停地哄我 错了 为什么开始她会哄 开始她愿意哄 到后来她懒得哄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得到回报 你同样应该哄着她 我教你怎么哄她 你就每周给她一天时间 就让她去玩游戏 这就是哄 在她玩游戏的时候 就不要去打扰她 因为她也需要自己的空间 这就是哄 明白吗 她也很需要哄她 你哄着她 她就会自发地哄着你 互相哄 这就是宠 互相让 这就是爱 有这么一句话 不会哄的人 并不一定是不爱她 但是不愿意去哄的人 一定是不够爱对方的 你们双方愿意去哄对方吗 如果愿意就够爱 如果闷心自问已经不愿意了 或者女孩只是说 我因为她只要被哄的话 那你要的不是她 你要的只是一种被哄的感觉 明白吗 彼此爱对方 哄自然而然就会去做 就这样 好 谢谢许总 冲老师 你闹 我哄 你气 我宠 你醉 我陪 你哭 我疼 这哄 宠 陪 疼 只有哄是用嘴的 虫 陪伴 疼爱 都是要用心的 你看你刚才在表述过程当中 你喜欢哄哄骗骗 你喜欢搂搂抱抱 但是这都是花架子 你会发现女人一旦生气的时候 就养成一种习惯 男人的本能不是要解决问题 而是先把你给哄平稳 而事实上最后你会发现 好 我的气是消了 回过头来一想 我所说的问题一件都没有解决 这就形成了生活当中的恶性循环 于是男人就掌握了某一种最低成本的方式 就是你一旦说我要改什么 我第一想法不是深究这个原因 是我先把你哄骗的气消了为止 但事情依然我行我素 如果一个女人总是要求男人来哄自己 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一样 事实你就会发现问题累积的越来越多 而男人哄来哄去也就那几招 所以哄和撒娇偶尔为之 对男人来说是起作用的 如果当成了家常便饭和流行的法则的话 那到了最后你只能让人讨闲 所以说适当地要求对方哄哄自己 可以是生活当中的调料 但大多数时候 要直白地说出自己内心的感受 就这样 好 谢谢托老师 别套路 为什么会有那种感受 他给的惊喜都不再是惊喜的 我会不把你感到 tik 因为我觉得对方楼和我 她一样一样 你会想做电话 我会想做电话 你会想做电话 因为要干什么 你告诉我 你会想做电话 也不想做电话 但是真的不想做电话 我会想做电话 你会想做电话 你 Push 他想做电话 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的那些毛病我都会努力地去改正 我真的会努力地去改正 但是如果说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我希望你也能直接跟我说 我真的不想失去你 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吗 行了 来彼此去拿 对方给你们准备的那个机翼碎片吧 拿了就可以回去了啊 请关门 来吧 看看这对年轻人的选择 请看 女孩还哭了 我自家的记忆 看在心底 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 现在我拥有的事情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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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 走到马路上都不想抱 到这这么多人看着你们抱啊 不像话 男生什么礼物啊什么碎片啊 女生说吧 啥碎片啊 是一个睡衣 睡衣啊 怎么你们这是睡衣这记忆呢 他跟我说我不关心的 就对他一点都不伤心 然后其实这个我都买了好久了 但是就是因为前两年吵架 然后一直都没送给他 表面上说是不关心 其实我感觉他还挺关心的 就是一件睡衣 让他觉得女生在乎他 你不就是一个普通的盒子吗 我刚开始去年圣诞节的时候 我给他买了一个手链 然后他那个手链 就是我送他的第一个礼物 然后他比较喜欢 但是在寝室的时候 有一天突然就丢了 丢了以后我跟他说 没事以后他还会实负责的 然后就给他买了 这是他送我的第一件礼物 哦 这是他送给我的第一件礼物 所以是想回到最初是吗 你们其实回忆一下老师们说的话 句句是不是都在里呀 没有谁希望自己的这个爱情 越走越朽 最后枯萎掉 所以喜欢的还是 爱情鲜花盛开的时候的 那个样子 今天是通过这个 找到了那个样子 但是未来的路 其实还挺长的 所以有的时候 可能谈恋爱也需要一些迷试感 至少你们 你们自己通过这个实践 是弄清楚了 是这意思吧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 祝你们开心快乐送给你们 谢谢 谢谢 来两位请回吧 谢谢大家